各位我們粗基班的動心 大家午早 大家好 好 欸 比較輕鬆欸 我知道齁 粗基班 外面他們今天在過三天的連假 所以今天可能有人覺得 哇 人在奉駕 跟大家報告 我們用這樣的時間 來瞭解 七十年來 最好的這個 秘密的這個揭發 我們來把一些新的東西放在頭上 是很稽待的 很稽待的 那台灣民政府 請教一下 曾有參加到 開訓的人去唱一下 曾晏 欸 這邊很好喔 謝謝 大部分都參加到曾晏的開訓 不好意思 我要離題一下 那兩位先生你們要不要往前坐 跟我們靠近一點要不要 這樣齁 大家比較好對話 蛤 怎麼了 這樣看有嗎 我是說這樣比較靠近的齁 我們比較好對話 到我的上課齁 可以對話就對了 可以呼應啦 這樣我知道說 因為我們初級班現在的人數就是 那也能彼此了解一下啦齁 所以說 坐得比較遠齁 比較有一點遠距離感 那麼我來了解一下 跟各位報告 初級班的學朋友給你們報告齁 達民政府 真的都在進步 在進步 是怎麼進步齁 本身我做工師 有很大的體會和感受 就是說現在來到達民政府 我們初級班的同心 就是說我們的同心 來 歡迎 我們初級班的同心齁 來上課的時候有沒有 已經很多都知道說 欸 透過到介紹的朋友 就可以說 欸 你可以穿到 跟這個差不多差不多的 學中來到這裡 所以你看 我現在有時候分不出現場 我們現在的同心 到底你們哪幾位 是我們自己已經 背有植物帶的同心 還是說是第一次來上課的 我確認一下 好 我的課程一定要跟大家 要來互相了解 因為我也是為達民政府的 超級班 高級班 跟你們一樣 我古董九月分來的 雖然跟你們一樣 也是這樣的過程起來的 那麼這樣的過程裡面 整個民政府的成員的素質 的改變 這是很清楚的 我感受很清楚 為什麼跟我們的台下的 我們的這些個學員 我們的互動感受很不一樣 我先認識了解一下 上個禮拜有開高級班 現場 上個禮拜 先來上高級班的同心性 我了解一下 來 一 兩 三 四 五 好 謝謝 為什麼先這樣問呢 因為 你們的課程 就是 走比人更快一點 所以呢 因為 為什麼叫做初級班 為什麼叫做高級班 初級班 它的課程當然就是有些比較 基礎 一定要知道的 到高級班的時候 可能你們說 我也是跟 頭過這幾位同心一樣 我當初是 開始來上課的時候 我的爸爸 也是這樣很高 快點 說快點來 這禮拜有高級班 快點 馬上行報名 之後再來補初級班 我當初這樣在上課的時候 我有一點點的小壓力 我覺得我聽不懂 我上完高級班之後 再回來上初級班 的時候 我感覺我有一點點坐不掉 有一點點坐不掉 所以呢 我有什麼樣的了解 就是說 我們現在現場高級班的學長 這樣比較辛苦 有一些的 這個我們 團民政府的一些法理的部分呢 你們在高級班 已經 有聽過了 但是現在更大部分 在這個班級裡面 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第一次來接觸 但是我說第一次接觸 我要跟大家報告 台灣民進府現在人員的素質 不一樣在哪裡 第一個 態度不一樣 第二個 服裝表現不一樣 第三個 很多人跟我一樣 經過 對 台灣民進府的 觀察期 來 我了解一下 嗯 第一 這 離空英歐年之前 就已經聽過 台灣民進府 這個組織的人 請走手 我了解一下 好 來 你們都是 今年之前就知道了喔 現在是十個月喔 經過了十個月的考慮 經過了十個月說 欸 沒有這樣來聽口 聽看看 現在時間拔出來 大家聽看看 我本身 呃 三 我幾年 九月進來的 這去年九月的三年半前 我爸爸告訴我 欸 女兒子 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說齁 我們手牽手來做歌 蛤 手牽手來做歌 爸爸你有沒有搞錯啊 手牽手來去頭 手牽手來聽口 有可能啦 你告訴我手牽手要來做歌 當然啦 爸爸呢 是用一個比較 揮斜的態度 說欸 有這樣的機會 意思是說 人人都可以來 只好有一個議員 態度對 有議員 都可以來參加 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我跟爸爸說 爸爸 行李 可以一世規則 這種組織 不知道是好是不好 沒有這樣啦 三年後 三年後 這組織又有條 有沒有齁 你比較跟我說 來 三年過後 我那時候其實我把這件事情 放在腦袋 因為爸爸那時候 跟我說的這個機會 真的很好 他說 有一個秘書長 那麼他的這個法理 跟英國散過的歷史過程 完全不一樣 而且 如果是這條路 讓我們打出來了 哇 我們以後的日子 我們以後驚孫的日子 是萬年好過 我有目標 我有一個目標 我是聽到這點 我們自己 尖車放一邊 要緊是怎樣 要緊是這樣的孩子 所以你說 我沒有把這件事 放在頭上來嘛 騙人的 我真的希望三年後 我爸爸真的會跟我說 有這個機會 過年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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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說 兩個月給你 快點 我們的國五官 初級班高級班 所有的課程 趕快上完 取得資格 我跟各位報告 我自己親親感受 就說 我幾年 九月份 禮拜的時候 是一個 真好的機會 真好的時機 我不是 告訴大家 你們現在禮拜太晚 不可能太晚 要跟你們報告 台灣民進府 一旦 這件料 要有很多很多人材 所以呢 我今天很高興 要跟大家報告 今天 我台下所看到 我們的校園 真真正 很多很多 我們的少年家 很多很多 我們的青年 還有我們的女性 這也是一個 課程上 跟人員素質上的 變化 真的齁 我非常的高興 也要把這樣的一個變化 這樣的一個 整個民政府的這種 在還沒有執政前 我們的素質 已經在提升的過程 要跟大家做這樣的報告 我們很多人 都是經過 對台灣民政府的一個 觀察期 才進來到台灣民政府 既然 有這個機會 來到這裡 我們就好好的 了解 把六十幾年 我們所聽到的 這些個 我們所 被 經過包裝 聽過的這些的 所謂的歷史 所謂的 眼前看到 所謂的事實 我們來稍微改變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 有人 我有很多朋友 在告訴我 黃秀晃 你認為 台民政府 真的會成功 真的會執政嗎 各位 同學 我給你們報告 我想要給你們 也要了解一下 今天 大家有這個議員坐在這裡 大家 這個沒有所謂對錯 你甚至可以把眼睛閉上 各位你們認為 台灣民政府 有可能 有希望會執政的請舉手 給大家 鼓勵 鼓勵 給大家百分之一百 謝謝 我很感動 如果 越來越到 年底 越來越到 時間 快要到的這個時間 齁 大家的信仰做要緊 我相信 各位 介紹你們來到台灣民政府的朋友 一定跟你們說過了 台灣民政府 他的法例 粗暴怎麼走 今天拜託你們來到這裡 是要讓你們 再一次 去圓圓精進的了解到 台灣民政府 我們的法例 為什麼要拜託你們 為粗疾班 就要這樣一路把它上去 要緊是 又要讓你們看到 說 真真正正我們這裡 做什麼事情 那麼呢 這個秋頭呢 都有 這兩天的課程 就是從昨天晚上開訓 到明天的課程 裡面你們會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這個法理 非常 這個就是說 整理得很好的法理的資訊 不過大家報告 我怕過路是這樣 我跟我的朋友說 大民政府說 你是正確的 因為我所聽到的 我們所聽到的 是一種保重過的 他說 黃秀华 你頭下壞去 你還是脫離不了 被包裝 被塞住 這個資訊 的這個 氛圍裡面 我說不對 但是他這樣跟我講過之後呢 我發現有個問題 因為呢 我們手下壞這裡 你們所拿到的這些資料 都是經過到我們的秘書長 他經過研讀 經過所有的整個這個 我們的歷史的這個合約 我們這些戰爭法 這些資料去整理出來的 是最正確的法理的資訊 不過外面的人 又不理解 他會說 你也是去用洗腦 所以呢 我現在 我們在客廳上 所去整理出來的 部分的資料 就是要給大家來做參考 做什麼參考 跟我們的朋友說 台灣這塊土地 我們的總控 是因為我們之前不知道 沒有去特別找這個資料 沒有代表說 我們這些資料 都是 我們自己再製造出來的 我要用其他的資料去佐證 這些資料是 什麼人去網路找都找到的 只是要用心去找 沒有用心去找而已 今天 網路上的資料來做佐證 包括現在拿到的資料 是很完整 一套的 他們這樣子看 就會有個根據 不會覺得說 喔 現在這些資料都是 你們做出來的 了解我意思嗎 這個資料是 要有所佐證 不可以說 人家說什麼就什麼 我們都是知識分子 所以呢 這個部分 我的課程 法理強不強 我跟各位講 很 很基礎 很重要的資訊 的法理 跟大家報告 從 這個 臺民政府的初級班 離開 禮拜五晚上開訓 到禮拜 禮拜天的下午三點半 聽這麼多課程 我給大家報告 我到禮拜二 我忘了百分之七八十了 請不好意思 你不要笑 真的你會不會記 因為你東西太多 但是 有幾個很要緊的事情 有幾個很重要的字 你可以整整整整 放在自己的頭上 甚至 我們趕出去 把我們辛苦的 我們四十位 親民好友 說 臺灣現在是什麼的狀況 更是 日 我們的土地是日暑 美戰 各位 如果 我們自己 不能接受 所謂日暑美戰 這樣的一個 我們的歷史 實際的 我們臺灣目前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說服人家的 我們自己 必須先接受 我們是這樣的狀況 前一陣子 李登輝先生 說 臺灣人是黃明 當 這個訊息 一發佈的時候 有沒有 其實 如果 如果 中國去辦的 或是說 已經經過開訓的 同心應該可以了解 就 沒錯 不對 我們的實質 真正是這樣的 不過你有發現對嗎 當 李登輝先生 一發佈這樣的語言的時候 他叫沒有人 聽這些了吧 你們知道 是不是 社會一片嘩然 說他怎麼 賣國 什麼不受不解 到沒的都沒出來 他只是說出事實啊 我看到這樣的社會很兇 我留一個 心理上的 擔憂啦 台南民政府 我們這些官員 啊 不會這件事情啊 我們這些 和朋友的動心嘛 你們來到這裡 我還不可以去 看你們說 你們是不是 大家有這個 緣分 繼續過五官 繼續走下去 可以為台南民政府 為台灣這個土地 到底做 一些事情的時候 在這進行 我跟大家報告 台南民政府 現在有一個 很要件的事情 叫做什麼 跟很多人說 用我們的愛心 我們的主比心 做出發點 去跟很多人說到 台南政府這個法例 為什麼 因為一旦 台南政府 為美國軍政府 秋頭接了 淨款了喔 執政了喔 你們怎麼知道 多少人會受不了 那種變化是受不了的 今天來到台南民政府這邊 我不會訴求各位 你們一定要當官 但是我拜託你們 一定要知道這個法理的正確性 你們要去評估 去分析這個法理的正確性 是對或錯 這是最重要的 不是騙你們來 騙是不長久的 這是一條真正的法理 真正的道理 以前我們不知道而已 所以我覺得 我們在這個課程之前 我要拜託各位 我們要把我們的心態 先抓緊回來 今天你們坐在這裡 不是有到做官 當然 如果有這個機會 看起來要再跟大家來 往下分析 要跟台灣民政府 有這個機會 可以說 拿到這個職務牌 可以繼續走這條路 要跟各位說 不簡單 你如果台東是不對 不繼續 配合到 組織 所有的學生 所有的規定去做的時候 你說要 請到最後 說一直要跟到執政 要有這個職務 我跟大家說 要真打拼 我在台上 我善盡我 做講師的責任 我跟每一位在台下上課的學員 我們的同事都跟你們說 我們做是不一樣的職務 你們做學員 我做工師 我們是一樣的職務 沒有說什麼人太欠 什麼人太厲害 都沒有 尤其是現在我跟你們說了 我要拜託各位 你們接受了 回去你們可以把你們的親民 好好跟他們報告 領進 執政之後 盡量減少 我們四周圍朋友的恐慌 跟不信任感 台灣民政府 是要來為台灣做事情的 不是要帶來 我們民眾的恐慌 跟不安 這是很重要 在還沒有進入法理之前 這個部分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職責 還沒勸你要不要當官之前 這些都擺開不要去談這個東西 來到這邊我拜託各位 未來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把這樣的法理 一定要把這樣的精神 跟大家去宣揚 可以嗎 可以 可以的話 我們是不是請舉手 當作承諾我好不好 那個拍個手 當作承諾我 謝謝 我們這個態度很要緊 先確立這個態度 讓我有一個使命感 我們繼續往下聽 那麼呢 昨天這個秘書長 有跟大家開訓嘛 那我們的目前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資格 就是我們的位置 我們台灣的這樣的一個條件 它是在一個 土地是日暑跟美戰這樣的一個 一個狀況 如果我們出去不能跟他講 什麼叫做日暑 為什麼是美戰 我們不要跟他說 我們來聽過這個初級班 好 那麼 我的很多朋友 像初級班的同心出去 我 還是那個時候 我在跟我的朋友 在報告的時候 我說欸 我們這塊土地 是 在那個 日本天皇手裡 我們這塊土地 是屬於日本天皇的 那那個 我們現在是 美軍佔領中 各位 你們要有什麼準備 我還可行 把你們打預防針了 對啊 我把我的過程 告訴你們 因為你們以後出去 也會碰到這樣的狀況 我跟我的朋友說 像我朋友說 黃秀樊你頭子壞去嘛 什麼叫做日暑 什麼是美戰 這個土地 我們在這裡住這麼久了 你當時聽到 上面的那個發言是用日文講話 哪裡用日文跟你在那個的 跟你在發佈公文的 哪有美戰 你有看到美軍在路上嗎 我 我 我 真的喔 當時我去跟人家講這樣的時候 我去向豬家 我怎麼賣得會 你知道 不過我就隱隱約約覺得 所以說 可是 民政府講的是對的 他說的是對的 不過我不知道 要去反駁我的朋友 各位 你們會對著跟我一樣的狀況喔 你們要怎麼說 要怎麼說 來 我們先釐清 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先釐清 到底有沒有光復解 開過訊 上過高級班的 跟我回來 人家 人家有光復解 實際上就說是沒有嘛 被包裝成有嘛 透過用光復解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這樣的一個典禮 然後他很美妙的把整個都安排得很好 說台灣光復給誰 中華民國 事實上 這樣的論述是 錯的 不過多少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現在全台灣 可能台灣有四萬人 甚至超過五萬人 萬一接受 那如果更多 我告訴你 一天一旦拿到政權的時候 那些兩千三百多萬 更不相信的人怎麼辦 所以 第一個邀悟叫做去港共 真的 那這一些個所謂的 我們的馬關條約 是不是早就存在的 存在啊 我們的歷史是存在的 而且歷史是會揭秘的 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要會去跟人家講這個部分 日暑 美戰 為什麼美戰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台灣這塊土地 這個由美國麥克阿瑟將軍 他派蔣介石 他所率領的這樣的一個 軍事的這樣的一個 軍事的政治團 這個軍事的這個團隊 來到台灣接受日本的投降 是 美國軍事政府 托他來 接受 投降 那個典禮都有 那個就是他們所有的 光復節的那個典禮 那個典禮之後 其實就是 軍事佔領的開始 那你要港共嗎 我這邊有影片給大家看 所以 很多資料很多訊息 很多需要去調整的 我們的心態 我們在這邊 你們聽 聽很多的法理 但是我還是建議各位 聽過這麼多之後 回歸到一個點 你接受的是 什麼樣的一個 真實的法理的基礎 真正法理的基礎 台灣是一個國家嗎 不是 太好了 各位 一再的跟各位 一再的跟各位要 複習這個部分 複習這個部分 很多人無法接受說 台灣這個土地 我們 如果不是的國家 我們是在這裡做什麼 有人會有這種迷思 但是 沒有辦法 實際上 我們就是這樣的一個地位 就是這樣的一個位置 所以 台灣民政府 我們要訴求的是什麼 訴求就是我們要 恢復我們的 訴求我們的國際地位 要正常化嘛 訴求國際地位正常化 很多東西 在這邊要做翻轉 比較困難 但是一步一步跟著走 會有希望的啦 一定要自己能夠接受 才能夠去跟別人講 來 那麼 我想跟 各位來了解一下 各位 你們知道 台灣民政府 目前在全台灣 有編制幾個州 欸 你們這班真漂亮 現在都很清澈 這組織不一樣就是這樣 來 我們 從北部到南部 我來了解一下 今天你到的這個童心 因為你們晚上 會有一個所謂的 小組的一個會談 大家你們現在知道 你們每一周來的人 那我們互相給大家 歡迎一下好不好 來 來自宜蘭州的 童心 我們來唱一下好不好 宜蘭州 今天你沒有宜蘭州的嗎 欸 這樣喔 來宜蘭州 來我再跟你們提示好 我報告一下 今天宜蘭州 露都要我都沒來 再來 台北州 台北州 台北州也沒有嗎 還是你們不知道 你們是哪裡來 有沒有 不知道自己哪一州來的 哈哈哈哈 有說給了嗎 有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嗎 都知道 都知道 好 這樣子 好 那如果昨天都知道就好了 也沒有今天早上才來加入的 今天早上才來 好 那人很少 您 大姐你哪一州 你本身哪一州來的 對 新竹州 沒有 少了解一下 台北州 這樣可能是一兩位 那麼再來就是我們的 新竹州 新竹州我認識一下 好 來我們歡迎一下 鼓掌歡迎一下 新竹州 再來是我們的 台中州 OK 喔 台中州 好 謝謝 來歡迎 台中 再來是我們台南 台南 來 歡迎 來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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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漂亮 高雄 有什麼呢 讓大家稍知道一下 來自 台灣民政府的這個法理推動 是來自全台灣六州 五十個郡 都在推動的 不是只有某幾個地方這樣子 那麼 課後大家可以互相來這個分析一下 大家來那個 稍微了解一下 認識一下 剛剛跟各位報告了 那麼大家都知道 這個是一些迷思啦 有人會問說 我們是亞洲四小龍 為什麼不能參加聯合國 這個問題大家都知道了 因為我們不是國家 但是呢 外面很多人喔 他們 沒有辦法把它切割 沒辦法把它切割得很清楚 因為說 亞洲四小龍 其實 各位報告 為什麼 台灣 曾經是台灣四小龍 是亞洲四小龍 您剛知道 來 亞洲四小龍是 在哪一個部分的表現 經濟 經濟 不要憲 他可以參加聯合國 這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嘛 不過有的人 有時候我會提這個問題出來 因為就少人給我問過 因為很 你知道我們台灣齁 自從 被聯合國 這樣子 送出來之後 我們台灣 自己去叩門齁 我說 我要進入聯合國 我要進入聯合國 你們不知道我們去 去敲幾次門 你們知道嗎 十五倍 為什麼 因為 不能理解說 原來台灣的總統 他不是一個 能夠成為 聯合國成員的資格 他不具備那個資格 你再去敲更多次的門 都沒有用 你連旁邊做都沒有辦法 所以 亞洲四小龍 他只是在經濟上的表現 當有人問你說 這樣的國家 這樣的經濟表現的 一個國家 為什麼不能進去聯合國 當然有朋友 這樣問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說呢 亞洲四小龍 在經濟上的表現 同時台灣 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 他根本不能加入聯合國 這樣就解釋完畢了 跟各位報告 當初台灣能夠 成為四小龍之一 其實 很重要的因素是誰 你們知道嗎 背後的推手是誰 你們知道嗎 美國 不然你們以為 台灣這個蛋丸之地 能夠成為 出口 這麼樣 出口量這麼大的 一個區域 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 沒有開放這樣的一個 經濟的條件 給我們的時候 沒有可能 能夠這麼樣的一個 快速的發展起來的 所以 很多東西是 我們沒有看到 不代表 不代表 沒有人 人家沒有來支援我們 那是我們沒看到的 我在台灣民政府 發現一件事 就是說 很多事情 是我們不知道的 但是 並不代表說 它沒有再發生 甚至有時候講了 人家 我們都還不能確認說 欸 真的還有幫我們嗎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先把這個 就是先釐清起來了 來 各位 在台灣民政府之前 還有個變化 這個變化 我也很有興趣 想要來了解一下 在現場 已經去申請了 台灣民政府 身份證的請舉手 拿到了請放下 我來 好謝謝 這麼多人申請了 這麼多拿到了 所以其他還在 還還在就是說 等待的過程當中 還有 一小部分人 還沒有申請 各位 這就是台灣民政府 跟以前不一樣的地方 來到這邊上課的人 很多 已經知道 先去證明自己是什麼 本土台灣人 我有一個很深的感慨 台灣民政府 林志生秘書長 他有這麼多的 這麼好的法理 他讓我們知道 其實美國 這個主要佔領國 他應該對他 曾經在歷史上 留下的這些個問題 他必須做處理 但是 他沒有做處理 空有這些法理 是沒有用的 所以秘書長 他帶領著台灣民政府 二次控告美國 所以我要 拜託各位同心 然後台灣民政府 不是只有了解法理之外 還要很密切去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李志生秘書長 帶領我們控告美國 這個控美案的過程 這個控美案 他的成敗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人家說 那靠的孩子有湯仔湯吃 是不是這樣 台灣的這個事件 台灣這樣的一個整個的 現實的狀況 已經存在了 幾年 四五十年了 美國 但是 但是 今天如果沒有一個人跳出來 跳出來爭取我們自己的權利的時候 你認為美國會不會繼續放 繼續擺著 所以 我很感謝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除了來到台灣民政府之外 我覺得這項的官司 我一直都非常關注 也一直希望他一定要成功 因為他成功之後 對我們來講 他才能夠更快 更快能夠讓我們取得 政權這樣的一個契機的一個可能性 那麼 在這個叩美案的過程當中 美國法官 告訴我們的律師 我們這個是人權 人權的案件 人權的案件 人權案件可以怎麼樣 如果 我們的人權受到侵害的時候 可以請求什麼 賠償 各位 我們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的人 人 人們互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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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的這個官商勾結 太多的這個沒有被好好的經營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一直很不公平 那是為什麼我身為一個女性要在台灣民政府 一定要讓台灣民政府能夠 希望她一定要上去 因為我沒有要我的孩子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未來在這邊沒有工作做 甚至要離鄉背景 我希望台灣能夠走出一條路來 更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公平的被對待 那叫做我希望有個公平正義出來 我不是說一定要有這一個所謂的賠償 但是我們以前的父子輩 我的爸爸我的兄弟有沒有 想去做兵 現場你們這些男人想都去做兵過 有的人兵的玩得比較好 不過我的哥哥 他去皇朝得皇膽 這條錢要找上頭了 有一個人 叫洪先生 黃仲秋先生 有西底下 這被垂上頭 所以 我們只是訴求一個公平正義 今天我們這個控美案成功之後 我們的人權受的這個賠償 他賠償的對象是誰 本土台灣人 所以 我只是建議各位 我們不是用這個做利益訴求 再一次的跟各位提醒 來到台灣民政府 我們很多的這個觀念上 一定要在一個對的觀念上 不是用利益上去做一個吸引 而是跟他講說你有這個機會 透過你去證明自己是本土台灣人 而且能夠之後順便掌握這樣一個可能的賠償機會 我覺得這態度要建立 而不是說你趕緊身體行為前 把他再給他賠償 這樣說就直接跳過啊 那個態度就差很多了 能夠理解我意思嗎 重點是證明我們的身份是什麼樣的一個位置 什麼樣的資格 重點在這邊 那如果這個控美案 它的整個過程發展得非常好的話 那對我們來講是天大的好消息 所以呢 現場如果還沒有申請身份證的同行好朋友 你也可以去給他掌 還是去給他軍來做申請 那麼 來到台灣民政府 那麼這麼多人已經有去申請過我們的身份證 這樣都可以了解嘛 去行政新聞檢訊是怎樣 要去申請我們的戶籍騰本對不對 申請戶籍騰本的時候呢 你是自己去還是要突然去幫你請 自己去 我跟各位報告 從9月1號開始 中華民國日本政府外套餐呢 他就是說 不要讓人代為申請 他為什麼 他就是說你自己可以幫你先生 還是自己可以幫自己的爸爸媽媽 自己的孩子申請 我連公公婆婆都不能申請 我連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那個兄妹 螃蟹都不能申請 只能夠直線去申請 聽到你的意思嗎 當然他知道啊 他不要讓你發電了那麼快 英國我去請的時候 我跟大家報告 今天如果現場還有人沒有去申請 或者我們已經申請過的人 之後再邀請我們的朋友 親朋去申請的時候 我跟你們說 比較勇敢的 不要像我英國 我英國齁 我很後悔 你們都知道 我去申請戶籍通報的時候 我跟他說 他給我問 因為我要申請到日治時代嘛 對不對 那日治時代的時候 那我的爸爸媽媽的日 那個我阿公阿嬤到日治時代啊 他就給我問 有什麼在親家這樣啊 我就跟我說我們家的土地啊 喔白邊啦 我跟你們說你後面要這樣 大家都跟我說 這個小姐先生你好 我要申請台灣民政府身分證用的 拜託你日治時代的這個戶籍騰本 申請給我快一點 不要刁難我 因為你們知道嗎 從9月之後有多少同心告訴我說 現在有夠難請耶 坐在坐八點很久 點外很久簽不 說這台電腦找不到 那台電腦打不出來 坦白跟他講 不要掩蓋 讓他們知道 我就是要來申請台灣民政府身分證 有這個勇氣嗎 各位 他們都知道台灣民政府 他們如果是不知道 他們也要做這種事情 就是因為知道了 他才想說不要讓你們那麼快 不要讓你們那麼方便 糟糕人 真的是 來各位 我們來台灣民政府 有幾個字眼 我們一定要 假名 證明 怎麼叫證明呢 日治時代 還是日據時代 日治喔 日治 日本統治時代 要用毛病理的 標準 但是我給你這個大哥報告 現在因為我太多 我們在高雄那邊太多 說 現在不像 什麼毛病理的 沒什麼 要印出來給你這樣 我聽到是這樣的狀況 對 所以說日治時代 那麼還有一個字眼 來 我們對岸那個叫做什麼 中國 不再做大陸喔 大陸齁 全世界有好幾個大陸 美洲是大陸 非洲是大陸 澳洲更是大陸 誰說對面是大陸 對面叫做中國 跟他有關係嗎 說比較大聲的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他也是一個外國 對我們來講 他就是外國 了解嗎 不要再被經濟 去把它做牽連 我們的資格 跟他們是中國人 就是把它分和清楚 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不要再因為經濟上 跟我們所謂做會 不是說大陸 不要說大陸 中國人就是中國人 要讓它很清楚 證明 把這個名字證明 從我們腦袋裡面 把這樣的這種資格 很清楚把它界定出來 這很要緊 我們如果沒有很精準的 把這樣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資格 把它界定出來的話 很容易被人家給 我們都說一樣的 華文啊對不對 多少人我們那邊來 我們大陸來的 中國 理解嗎 我們要從現在開始 把這樣的這個 因為之後 當我們取得政權之後 我們要開始去回歸 我們歷史上的一些 作為的時候 我們的資格 我們就是日本人 日本的公民 國民 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他們是分開的 切割的 我們一定要理解 所以 我們的這個申請 已經申請到我們的 身份證的 同行和朋友 都看到我們的戶籍騰本 那麼這個 身份證的申請很重要 還是請各位能夠廣為的 跟我們的 四周圍的親朋好友 跟他們做這樣的一個介紹 來 網路維基百科搜尋台灣 透過大家報告過 你們這些資料 是民進府做給你們的 去網路找 有人 現在現場有誰 沒有使用電腦 沒有使用電腦 拿手 好來 這兩三四五人 是你們自己沒有使用 如果你們哪裡 你們自己是誰 你們怎麼可以 有喔 來 回去拜託 叫他們打給你看 去維基百科 去打台灣 去搜尋 下面這些的頁面 都是在網路上找出來的 他這邊就有寫到 台灣 台灣 齁 在日本統治時代 的發展的階段 黃明化 參政權 參戰權 代表什麼意義 日本統治時代 日本統治時代 在台灣執行的 黃明化 參政權 參戰權 代表什麼意義 代表 我們 在台灣 這個 領域 治理的 日本當局 把我們 住在台灣 這邊的人 視同他們 在日本本土內的 國民 國民 才可以有參戰權跟參政權 參政權 參政跟參戰權 嘿 對喔 那黃明化 其實喔 很多人對黃明這兩個字 會覺得說 是不是很覺得有些 在我們台灣這塊土地 對這兩個字 覺得 某些就是那種 為反對而反對 為反感而反感 看了這些人 比如說 剛才做氣臭的就對了 那個時候 就被強加的 被加入的那種 不良的印象 黃軍 喔 黃軍 講到黃軍局的殘暴 有沒有 那都是被 加進來的 我們被強加的 這些個印象 任何的國家 任何的歷史 任何地方的一個整病 每一個組織的這個 進展的過程當中 誰說 完全都不會有任何的這個 流血事件 完全都不會有所謂的 整頓的殺戮事件 還是比較強烈的手段 你們跟我說 哪裡不會有 為什麼會對這樣子的 整個的這個 就是說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特別的去強化它 讓我們產生這樣的方感 這我們可以好好來思考一下 我在這邊沒有意思去 去 就是說去 反對各位腦袋 你們想什麼 但是我是提供一個想法 那好好來思考 那辛苦別人 對這兩個理由 有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為什麼會這樣想 是什麼事件 怎麼會告到過程 出席了 我們有這樣的 觀感到這樣的影響 這是我們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 來 盟軍軍事佔領地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這一篇在講的就是什麼 就是受祥典禮的現場 它的真實在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受祥典禮的這個會場 包裝成所謂的光復節 所以說這樣的資料網路上沒有嗎 有 只是以前我們沒有去看過 那麼台灣什麼時候割讓給日本 中日爆發交舞戰爭 清朝戰敗 定立馬關條約 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割讓給日本的時候呢 是割讓台灣 它這邊所謂的全島 事實上只有哪裡你知道嗎 西邊 西半部 不是像現在整塊台灣的島 那麼呢 還有割讓澎湖島嶼 它經緯都寫得很清楚 這樣的一個 這個割讓呢稱為台灣割讓或以為割讓 來各位 割讓呢 這塊這個 這一張圖片有看過嗎 割讓的這個 清朝割讓給日本天皇的土地就這一邊 好 那麼 所謂的 當在這個日治時代 土地的一個整病 一個整個 統合的過程當中 所發生的這一些 很多的抗爭啦 或者說一些流血的事件啦 也是因為那樣的過程裡面 可能就造成 很多人對於日本統治時代的一些 不良觀感 或者說一些所謂的 有些傷痛在 但是我剛剛還是一直在提到 任何的這一個 組織還任何的一個整病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某些 比較強烈的手段 如果不這麼做 實在是沒有辦法達到一個目的性啦 沒有辦法達到一個目的 那麼在清朝 割讓 把我們這塊土地割讓給日本的時候呢 日本天皇的時候呢 李鴻章這個大臣 他怎麼形容台灣呢 說我們這塊土地啊 鳥不語花不香 男無情女無義 來 來 來支持他自己說 把這塊土地割讓出去 不可惜啊 事實上 就我們 之後 因為我 我最近才通過 那個俊首的考試 我才 我才 真正的去更深入去理解到 其實齁 清朝 清朝他並沒有很認真的來經營台灣 來經營台灣這塊土地 沒有真真真正來照顧到台灣這塊土地的人 他沒有夠了解嘛 他開始說這句叫鳥不語花不香 他沒有來清新來看嘛 不知道說我們這邊台灣的人是這麼樣的 可愛 我們這麼好慣耶 你有看台灣人其實也是 你要說我們 兼容必須啊 好啊 還是要說好 我們這邊有誰管過啊 誰進來過 河南來過 對不對 河南人來過這邊 所以我們南部那邊有蠻多就是 有一些混血的 一些狀況 然後我們日本統治時代 各個不同的民族性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台灣人 台灣這邊的本土人 總是接受 總是融合 怎麼會難問其女無意呢 既然講得這麼難聽 好吧 那就把中國跟台灣切割的乾乾淨淨 有沒有關係了 沒有關係 好吧 來 我剛剛跟各位報告 歷史喔 它會有所謂的 它會有一個所謂的 它會 當到達一個年限 它會有一個解密啊 可能它 在 某些時段覺得那只是機密 機密文件啊 它沒有在對外的去宣告 但是 當實現到的時候 歷史它就是歷史 它就是會被公開出來 在這一份 這份是網路上找到的喔 它每一句都是法理 當我 深入去理解之後才知道 原來這個 每一句都是它法理 我們一句一句來解讀 美國 這一份的解密文件呢 是美國 國務院 跟中共周恩來 它的 密約的一個解密文件 這解密的文件裡面怎麼表示呢 中國總理周恩來 他怎麼說 他要求美國總統 承諾 承諾什麼 結束台灣佔領的時候 不會允許日本光復師弟 第一句 要求承諾 結束佔領台灣的時候 所以代表什麼 現在也沒有佔領中 有 有在佔領中 才會說 如果一旦結束佔領台灣島時 就是一個 法理在這邊喔 第二個 不會允許日本光復師弟 代表現在台灣 代表現在台灣 是日本的 是目前不在日本管轄下的土地 第二句已經跑出來了 而且呢 不允許台灣獨立運動 那麼由這個美國推動來發展 這句其實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台灣 我們這邊 需要去訴求 獨立建國嗎 不要喔 這句我現在跟各位特別的提醒一下 如果來到台灣民政府之前 曾經有這種所謂的台獨論壇 或者一些類似這樣什麼獨立建國的這樣的 一個單位喔 在FB上把你們加進去的話 請你們回去要做處理 因為美國不會希望 也絕對不會接受 來到台灣民政府的人 甚至是台南政府的官員 跟所謂的 獨立 跟所謂的 這個要搞建國 這樣的論調綁在一起 未來如果各位 你們已經順利拿到我們的職務牌 但是這個部分 你沒有做好處理的話 很嚴重 會被怎麼樣 除名 好不好 所以如果 以前曾經有過 這樣參加那樣的一個 台獨的論壇 或者曾經跟這樣接觸過的時候 來我們現在做一個 很清楚的切割 這也是保護自己 也是保護我們台南政府 好嗎 這個很重要 好了我們繼續往下看囉 周恩來希望怎麼樣 美國阻止 台灣日本共融邦聯產生 成立 台灣日本共融邦聯 對 台灣才是最佳的狀態 他為什麼要阻止 因為 他希望 可以 綁架我們 永遠的束縛我們 掐著我們脖子走嗎 我們要讓他這樣做嗎 不要 你看這麼自私的語言 而且 最後一句話 並且希望 美國不再公開 台灣地位未定 代表現在 台灣地位怎麼樣 未定 各位 這一份解密文件 網路上都有 如果沒有那些法理 不會有這些文字跑出來 我們就是要再解讀 跟各位報告 台灣的歷史 台灣的地位 就在這個地方 這裡面有很多的文字 我們的資料裡面去印證它 去把它很有條理的解析出來 給各位知道 只是透過這份文件 讓大家知道 原來 在解密 在所謂以前的機密文件當中 是這麼樣的一個陳述 我們的狀況 OK 那麼呢 在1950年的時候呢 聯合國安理會 它的會議呢 去 通過 然後有這樣的一個 會議上的記錄 它說什麼 聯合國去通過 美軍合法佔領台灣 台灣不屬於中國 來 這一份 聯合國安理會的這個 會議記錄裡面 它做這樣的一個 會議記錄之後 再也沒有看過任何一條 美軍 撤出台灣 或者說是美軍離開台灣 任何一個 新租文字上的會議記錄 所以現在 台灣是在 美軍合法佔領 中 這個資料 網路上拿得到 看得到 只是以前 我們有沒有注意到 今天來到這邊 為了關心 我們台灣 我們的未來 來理解法理的時候 這些資料 我們就必須去把它 挖出來給大家看 好好的去留意 去注意這些資料 各位 同心好朋友 秀华這邊的這個PPT 你們有需要的話 可以跟後面電腦同心要 他會把PPT 整個檔案給你們 我的資料 是屬於 台灣民政府 每位同心的 只要你們有意願 你們想要拿去 給別人看的時候 我都非常歡迎 好 那個原始黨 就在後面的那個電腦同心那邊 你可以跟他們拿隨身碟 還是最後呢 我會秀我的E-mail 如果你今天沒有帶隨身碟的話 你可以寫E-mail給我 我會把檔案回寄給你們 方便你們作業 為什麼我們就是希望 能夠把這樣的訊息 能夠多多的 讓更多的好朋友知道 所以這個資料不會是 不會是 只有在這邊使用 你們需要的話 都可以提供給各位 因為你這樣收的時候 可能你自己就不清楚了 好 那這個部分 我們都會理解了 公平正義 我覺得我這一邊 其實這些資料很多都是 透過我自己去整理 我有感而發 沒有親眼看到的事情 不代表沒有發生 我的朋友告訴我說 你敢有看到美軍 你說我們現在美軍站你 你敢有看到美軍 我說你沒看到沒有 代表他們沒來啊 對不對 他這樣問我的時候 沒有錯 我現在已經沒有看到 可是不代表 他們不在這邊活動啊 更多的活動 搞不好是在 是在隱密的 是在一個已經被 就是說修飾過的 掩藏的一個狀態下 在執行啊 你沒看到也沒看到 不過不一定代表 沒有 對嗎 你們那個林佑生 副知識的課 你們上了沒有 還沒有齁 我記得有他的課 他的課一定要認真聽 他的課太精彩了 很多我們沒有親眼看到 他把我們挖出來了 把我們挖出來了 所以這部分 我也跟我的朋友講 我沒有看到 你沒有看到 不代表美軍沒有在台灣 可以嗎 你不能夠只是跟我講說 我沒有看到代表沒有 沒有 有多少發生 已經發生過 或是發生過的事情 是我們親眼看到的 沒有啊 事實上 這次 所謂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他們這個選舉的 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一些演變 一些很奇怪的狀況 他們在想什麼齁 蛤 就是我覺得 他的這個整個選舉的這個氛圍啊 好像隨著 隨著我們的一些 可能官司的進展 他們好像在做一些微調啊 其實我這樣的感覺 你待台灣民政府 就是參與越多的時候 你會越覺得說 其實他們其實這邊 有些風向球在那邊轉 要學會去觀察 以前我們都傻傻的 不會去觀察 那來到這邊之後 才知道說 其實他們是不是認為說 這官司 可能會成功 可能不會成功 不成功就不跳 我們如果成功 他就不跳出來 我們可能目前在被公安當中 或者個官司在被公安當中 他們可能就 又蠢蠢欲動 有些什麼樣的一個行為跑出來 所以齁 我們這些素人 我們這些百姓 其實 說實在的齁 蠻 要說可憐嗎 或者說是蠻辛苦的嗎 因為我們很多東西沒有被告知 我想要跟 透過這個事件 我想要跟各位再來了解一件事情 來 現場各位好朋友 你們知道 台銘政府在這個月的 9 就是9月份的12、13號 在全台灣 6個州有舉行遊行嗎 知道請舉手 有參加的請放下 有參加的 有參加 有放下的參加 好來謝謝 來有去走的 抓手好了 我再確認一下 有去走的抓手 謝謝謝謝 好還是有 各位 你們去走過的好朋友 我們來探討一個問題 我很期待 你們知道嗎 當我在專訓講課時候 我最後一次專訓講課 我去跟大家去統計 每一周 每一周 有多少人要出來遊行 你怎麼知道 統計多少人出來 統計了至少3500人以上 3500人喔 還有 那個只是各州 爆出來的人 你知道嗎 我們台銘政府同心 大家都很合上志願嘛 台北的 要去志願台中的嗎 台南要去志願高雄的嗎 高雄要去志願台南嗎 會啊 互相支援 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們知道有 多少人參與了9月12、13 這樣的一個大遊行嗎 至少超過五千人次跑不掉 各位好朋友 你們曾經在報紙 在媒體 看過任何一篇 有關於我們遊行的報導嗎 看過了舉手 你看過哪一篇 台中那一篇 只有那一篇 就閃過去 我跟妳講 我注意半天我沒有看到 我很注意 這麼多人的一個遊行 這麼安靜 這麼聲勢浩大 這麼龐大的一個遊行 居然 沒有什麼報導 我們高雄 我是高雄州 我們高雄州旁邊 我看到有很多那種 SNG車在現場 我就想說 哇今天一定會有報導 結果 沒有耶 各位 當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你們發現一個事實啊 我們的民眾 到底他們 到底他們 知的權利 是被包裝了 你知道嗎 我中華美國政府 我的這個新聞管控這邊 我要讓你們知道什麼 我就讓你們知道 不要讓你們知道 把你包起來 一篇就不要讓你看到 各位 台灣現在這些新聞 那新聞是不是 十幾條 二十幾條 一天 一天在那補 補那幾條而已 還可以連續去報好幾天的 台灣政府 五千人次以上的這個大遊行 沒有看到一則像樣的報導 各位 那一些沒有來參加遊行的人 他們知道 有發生過 遊行這件事嗎 他們沒有看到 代表沒有發生嗎 可以理解我的想法嗎 有多少的事情 發生其實我們不知道 去讓 切條包起來 不要讓你知道 他選擇性的告訴你 只告訴你 他想給你知道的 只告訴你 他想要把你的 腦 他把你的這個 所謂的 他把你洗腦的好了啦 可以這麼說 我們有做錯什麼嗎 我們的訴求不對嗎 居然在媒體上沒有看到 所以各位啊 我從這一次的遊行當中 我當然很深刻去感動到 我參加了這樣一個歷史性 歷史性的這一個 為台灣 為台灣走出來的 這樣一個行動 我說如果來到台灣民政府 沒有參加過 沒有參加過這樣一個 法理的這個遊行 我感覺說很可惜 但是各位 還有個很好的機會 11月15號 我們還有一次 非常盛大的遊行 要在 我們所謂的中國城 就是台北 這邊來進行 這個部分 邀請現在的每一位 我們都一起參加好不好 一定要 一定要看到大家 真的啦 我告訴我很多的朋友 台灣民政府有沒有 我們要來 有這個職務牌 我們要怎麼樣 過五關對不對 過五關之後呢 你還有我們的專業訓練 你知道嗎 今天是我們高雄州的 周訓 我們全部高雄州的 周民啊 不管什麼職務 不管你是周議員 周閣員 郡議員 郡閣員 中央內閣 通通要來這邊上課 叫做周訓 今天周訓滿滿的 那個教室是滿的 你要跟進上課 除了過五關 你只是把基礎理解到 而且拿到你的職務牌 你確定你想做什麼 想為台灣這塊土地做什麼 你想要在民政府裡面 你要做哪一個位置 你確定完之後 要跟進呢 就像這樣來上課 這樣子才能夠成為台民政府的官員哦 各位好朋友 我幫您報告 好 一旦執政之後 我們的好朋友會說 哎呀 某某某 我 我很抱歉 因為你跟我講的時候 我都沒有跟董做的 回事 我想說那些都黑白公公的 我想到你敢說這麼好 這樣 跌到這麼丟 不然你能夠給我按插一個位嗎 可以嗎 可以 要給你按插嗎 可以 要來可以呀 做什麼 一步一腳印來上課 來跟進 機會永遠為他們敞開 可以嗎 我們不要再像中華民國聯合政府 走那種 紅包的 走那種桌面下的 台民政府做這事情會怎樣 你知道嗎 會被鞭刑哦 台民政府的刑法 兩個 就兩種刑法 一個死刑 一個鞭刑 鞭到你受不了 鞭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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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做這種事情真的會 我覺得其實 台灣 目前 我們的監獄哦 其實是養成更多的這個 高階的這個犯罪人的一個溫床 鞭刑到他 不敢繼續再學會做 所以 如果 時間到了 一旦執政上去之後 那些原本不看好的 總是在那邊 說風涼話的 也在阻擋你的 來到台民政府 我有一個想法 而且 也訓練我自己 一定要堅強 當我們堅持是正確的法理的時候 你一定要堅持自己 當你經過判斷 所以我剛剛跟各位報告 你們一定是經過判斷 來理解法理是不是對的 如果一旦是對的 需要懷疑嗎 需要猶疑嗎 人家跟你說那不好 你要說我自己一定 我自己已經有判斷了 這條路怎麼走 走多久 是我們自己的事情 完全不需要去聽別人怎麼說 要有這種堅強的態度 我們的這個組織 才絕對會成功 當我們這樣的人 我們這樣的信念的人 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們的組織也會很強大 我們做出來的事情 就跟目前的中華美國流氧政府 是不一樣的 我們被施行的偏偏教育 就像這一次的新聞一樣 通常我們都沒有被告知 如果到了真正的真相 顯現的時候 真的是怕很多人受不了 所以說要請各位 我們的好朋友 無論你有沒有繼續要做官 無論你要走到什麼階段 但是一定要告訴我們周邊的 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目前這樣的現實的狀況 不要因為習慣 不要因為不想改變 以為現在就是對的 如果一直這樣子下去的話 我們就完蛋了 根哥報告一個故事 發生在我身邊 也發生在應該你們周邊都有 只是我們有沒有去體會 我身為一個媽媽 所以我體會比較深 我的老闆 我的老闆告訴我 他說修華 我們要對我們的活路比較好 人家的孩子 沒有經常去跟他們做活路 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覺得可能會這樣 有啊 因為現在已經發生了 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啦 小我十歲的一個同事 差不多五六年前去到越南 一個機會去到越南 那個時候在台灣 他一大畢業 金融系畢業 在台灣一個月 兩萬二 一個機會讓他到越南去之後 從三萬六開始起跳 還外加三萬塊的 一個外派加給 一天一千塊 他去到越南 第一個月領多少 六萬六 一年之後 有了經驗的時候 轉戰到別的機構去 比較台灣到那邊 更大的一個機構去 一個連鎖的機構去 一個公司去 他現在一個月 至少領十萬 去了五六年了 各位好朋友 你們告訴我 如果是你的兒子 你要不要叫他回來 我齁 我不敢叫他回來 因為他回來 我不知道要叫他做什麼 他回來沒有這個錢 可以領啦 前陣子還要跟我講說 姐姐你要不要過來 我說 我不用過去了 我明年就有比你 更好的工作做了 我去幹嘛 但是 這位 我的同事 這位好朋友 這位弟弟 他離鄉背井 跟他的父母離開 獨自在那邊工作 到目前也沒有婚姻 沒有一個家庭 他有賺到了 他人生的好幾桶金了 但是 這是你要人生 是我要的人生嗎 我也不希望 我的孩子這個樣子啊 就是因為 我不希望這個樣子 我才要堅持 讓我們一起努力好不好 大家一起努力好不好 來 網路上 這個部分 超容易找到的 美國 CIA解密檔案 台灣真相 一到五集 看過的抓手 這部片子 蛤 有看過 各位同心 您是第一次來上課嗎 我給你報告 這部片子 他很清楚的 在片子一開始 就告訴我們 一中政策 全世界幾個中國 幾個 一個 一個啦 不要懷疑啦 大哥 全世界幾個中國 一個 好不好 那麼 這個解密檔案裡面 他很清楚告訴我們 到底他有沒有光復解 到底整個台灣的歷史的過程 他在二次世界大戰 他的整個發展的過程 跟整個受想典禮 講得非常清楚 他是英文發音 有中文字幕 整整個片 整部影片大概四十二分鐘 值得你們回去 好好看一下 來 你就在YouTube上面 打美國CIA解密檔案 台灣真相一到五集 就可以看得到了 現在我們就不在這邊看了 來 這國防部下令 圖掉這個國會 對我這個 這一個資料 跟大家知道說 當我們人被教育 去讓生老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產生這種群體效應 因為呢 塗掉所有的國會 那不是國會 你們知道嗎 那個不是國會 那個local不是國會啊 不是我們 我們不是個國家 那根本不是個國會 只是一個 一個符號啊 來 不過那是國會嘛 好啦 就姑且真是國會好了 他 國防部下令呢 把這個所謂的 戰績上的那個標誌 都塗掉的時候 他是不是一再洗腦 他說那樣的一個標誌 我們為他而戰 他是我們的精神指標 結果呢 現在把它塗掉 塗掉的話 變成怎樣 引起 引發基層反彈 國軍為誰而戰 這整篇媒體 都在把他們洗腦 你知道嗎 洗腦說 我們是有國軍的 做這個事情之後 欸 我們的國軍為誰而戰 來 我們到現在就很清楚了喔 需要成立國軍嗎 不需要 很棒 為誰而戰 我們需要為誰而戰嗎 還需要嗎 不用啊 但是因為 洗腦都很貼貼 我們都為了保衛我們這個區域 我們為了我們的 代理的佔領 佔領全國 佔領全 把我們 吞打到這樣 叫我們人 去幹作兵 因為我們沒有理解 我們可以不用這麼做 被佔領地的人 不需要 為 佔領者 去 做這樣的一個 這個 所謂的軍事防衛的動作 我們英國沒理解啊 來到這邊才知道 對不對 你以前來這邊都知道嗎 有錢嗎 有錢嗎 那叫阿扁嘛 對不對 雖然台灣人做好館嘛 有錢他們都比較大嗎 沒有啊 也敢在那裡 沒有 所以就是這樣子一個 白色恐怖 一連串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狀況下來 所以我們只能接受 我們只能接受 我們只能接受 但是大哥 時局的演變 現在 的 整個的這種所謂的 時局這個狀況 不比以往 他沒辦法再拿錢給我們拼 我們都是有頭靠的 所以我就說齁 我們 我們呢 台灣政府 是 走 法理革命 我們在革命耶 革誰的命 革我們自己的命 革台灣的命 也革 中華民國 流行政府 他的命耶 我們今天是一條 很嚴肅的道路耶 我們要很認真 看到我們現在所走的這條路 革命是革什麼命 我說我講課到後來 我有個感動 現在的革命齁 是怎麼樣 用奇感 取代槍感 用流汗 取代流血 誰說奇感跟流汗 不代表革命呢 我等下給你們看那個精神 你就知道什麼叫革命 我們這條路不好走 因為呢 世界最困難的問題 兩件事情 哪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讓人家把錢從口袋掏出來 第二件事情 把想法把觀念 放到人家腦袋裡面去 有那麼好放嗎 不簡單耶 所以今天能夠到台灣民政府 我們這些同心 而且願意接受法理的人 是非常不簡單的人 所以 秘書長 他要保障我們這些所謂的革命先行者 是有道理的 因為我們選擇相信 我們選擇支持 而且選擇以後為他做事 我們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們應該被保障我們的福利 了解我們的意思嗎 除了相信之外 要做 要去推動 這是怎麼做的事情 那麼在法理推動的時候 要透過不斷有很多的活動 讓更多人知道 從去年九月 在台北跟高雄就舉辦了 我們的這個演講音樂會 演講什麼 去演講我們的控美案 讓更多的社會大眾知道 有這樣的一個組織在 穿黑色的都是我們的 這個 當時已經被有植物袋的這個官員 那麼這些都是新朋友 當時的我還在這個地方 我去看到那個盛況 我很震驚 原來三年前 我認為 我認為腦袋當中很可笑 可能會已經不見的一個單位 現在這麼壯大 而且辦的活動是這麼樣的高水準 這個活動辦起來會嚇死人 那只是在高雄 在台北你們可能 因為我們 我無緣見到 無緣參與啊 那個軍容 我們穿著這樣黑色制服 我們的黑色的西裝 白色襯襯 這樣的一個軍容 很整齊樹木地 進去到台北的音樂會場的時候 那是很嚇人的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軍容 各位 那就是精神跟軍容 我要給各位看的是這個東西 2015年的營興會 那麼在 就是在我們這個位置 旁邊的空地上舉行 2015年的營興會呢 它是採取所謂的這個 原油會的方式進行的 這是當天的一個盛況 2015年原油會 有來參加的舉手 讓東西 你也有參加下來上課 真的是很不簡單 你也是觀察的夠久的 來 各位 然後台灣民政府有幾件事情 跟各位建議一定要做 要了解我們的法理 你們手邊有沒有 新台灣論這本書 有的請舉手 沒有的趕快去準備 那是我們法理的神經 因為 我們沒有每天在這裡上課 聽聽的回去 不算百分之七十八十 只有怎麼樣 靠自己 有意願多去學習 我跟各位有什麼在報告 我跟你們這樣建議 絕對有意義 絕對是有意義的就對了 人工啊 我們執政之後 我們叫做政務官 我們這個政務官 憑什麼站到 黨員門口說 來今天我來關這裡 你們來聽我的 你下面這事務官會認為說 你憑哪一點 你要憑哪一點 憑我比你們認識法理 憑我們比你更清楚知道 什麼是台灣民政府 他要做的是什麼 我就來代為執行 你如果沒有法理 你要跟他們說什麼 基礎的要了解 如果比較認真的 看比較多的 你能夠有更多的法理 去扶你的這一些 你的以後你的 你的部署啊 啊如果覺得說真的 最基礎的 你也一定要了解 這個書多看 當作歷史故事書來看 把以前的歷史課本丟掉 看這一本 所以呢 台灣民政府呢 要每天看什麼 看新台灣論 一天看幾項都好 多少去收 第一點 第二點要上官網 上官網看什麼 我跟你講 這些剛剛給你們看的資料 官網上都有 不打緊 他還有最新的 台民政府的資訊 我們的叩美案的過程 最新的進度 我們的網路上都會公告 所以你要去看嗎 要進去看 進去關心 最新的一個狀況 還有呢 每天能夠上去看我們的FB 我們所有的台民政府的活動 你們都在FB上可以看得到 我剛才給你們教 你們怎麼去看FB 現在沒有在看FB的人走 所以現在 來 各位趕快去申請FB 然後去看 因為 各位給你們報告 來到台灣民政府 你們如果有心要了解 是要全面性的了解 不是只有來到中央聽看 你們要去到你們究竟的州或者郡 去理解 到底在中央所聽到的 跟我在州或者郡看到的 有一致嗎 大家共同來推動整個組織 如果有做 有西角柴的地方 馬上提出來 大家一起來關心 所以 我們的州或者郡的活動 在FB上都有 你們能夠很清楚 你們知道嗎 現在有多少外國人 會來看我們FB呢 我最近交到好多外國朋友 都給我加 我很害怕 你給我加FB 我會怕 不過他就是因為說 我說為什麼你要交我做朋友 他跟我說 因為我看到你們台灣民政府的資料 我知道你有在上課 我聽他這樣講 我比較放心 我會害怕 好像太多 有來自巴西的 來自其他國家的 新加坡的 我們的 台灣去到那邊住的人 現在看到FB上都會自己來看 自己來了解 台灣民政府不是只有在台灣裡面 在台灣目前在推動 很多住在國外的我們台灣的人 也都一直在關注 希望我們能夠 真正為台灣打出這樣一條 真正的道路 這個誓詞 是當時 在2015年元旦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 每個已經是 背有植物帶的人 才能夠領到的一張誓詞 就跟他講這個 我們的美國總統有沒有 他要宣誓就職的時候 他是不是一手 按在聖經上面 一手是不是要對天發誓 要解誓詞對不對 這誓詞是誰 對學宣誓 對自己宣誓 也對他的宗教 對他的職務宣誓 這個誓詞是 我的名字是黃秀華 是台灣民政府高雄州的學員 被分派職務為 中央內閣候生勞動省 於事已制成 克尊台灣民政府法令 以清廉公正 忠誠及行政中立自職 關懷大眾 勇於認識 充實專業知識及技能 維新改革 新力儲弊 為百姓設想 效忠台灣 提升台灣民政府 執政效能 為台灣謀求最大福祉 警示 歷事人黃秀華 西元2015年1月1號 希望 2016年的時候 在場每一位 我們再來請民主黨給我們寫一張 好不好 各位 因為這一張 因為這身的制服 因為這一塊 我每個禮拜來到台灣民政府 我覺得非常的光榮 會痛嗎 不過 旁邊有價格嗎 有 真的 所以我們有信念 我們有那個信念在 我們拼的是什麼 我們 相信的是真正的一個法令 我們怕的是真正的道路 所以辛苦 也是要拼 不是拼我們自己的 拼我們的未來 台灣民政府 我們的秘書長 在今年的三月份的時候 率領我們的童心 去到美國在國家記者會俱樂部的這個演講 你們一定要看 我的時間只有到11點50分 我還有很多資料跟大家報告 所以 請你們自己上網路去看 我只能跟你們報告 這一個騙子 在全世界 已經超過至少 1億 人次的點閱率 一億人看過 沒看過的人去手 現場現在沒看過這部片的人去手 全世界一億人看過 你不要看過 等一下快看一下 你不要看過 一億的人是點閱這一個騙子 我告訴跟各位報告 這個我們的 扣美案的這個 美國的法官啊 他看到這部片子 他才知道我們生活在 台灣人生活在 政治烈獄當中啊 他知道我們台灣人 有夠可憐的啦 一定要我們伸張正義啊 這部片子 其實應該會在我們的 美國法官那邊 心中 他應該會有 對他滿重要的一些影響性存在 所以你們回去一定要看 那麼 除了三月份的這個 在美國 美國記者 俱樂部的這樣的一個 演講之外呢 我們連 就接著在5月17號 也在日本東京的日航飯店 舉行酒會 所以我們的行動 不是只有在台灣 我們有國際性的行動 而且這個廣告 是美國幫我們做的 不是我們自己做的 所以我們要很有信心 我們的行動 我們不是單打獨鬥 我們有很多 目前看不到的盟友 在把他們盜三天就對了 那麼這樣的一個控美案的過程 在我們的官網上都有 第二次控美案 是控告中華民國 人王政府跟 美國 第一次控告美國 2006年的時候 這個是第二次控告了 我們的這個時間 已經來到8月份的 已經就是工房出去了 我們的目前就是 還在寫答辯文出去 這個資料 這樣的一個控美案的進度 我們一定要很密切去跟他關注 跟我們的未來息息相關 那麼媒體對我們的報導呢 當然也越來越多 但是說實在還是有些選擇性在 也是我們自己要做 我們自己不做 每天他也是要報 有做到一個聽到 那有些記者他願意去理解 來了解之後 他就把這個資料PO出來 那麼這一篇報導 是4月份的時候呢 就是在這個台中 有這樣的一個見走活動 那這個記者呢 他就有寫千人見走 走出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個標題下得非常好 那麼這一個報導 他非常的簡潔 惡藥很清澈耶 他很清澈 告訴大家 說我們就是一個平民政府 有人跟我說 欸 我的賴丁管 高霸幾個人嘛 啊我們都是頭像 都是這樣一個制服 跟這個我們的徽章 都要秀出來 那我的朋友都 都很多人知道 就問我說 欸你怎麼穿那個服裝 很正式很嚴肅 喔我就跟他講說 我在台灣民政府啊 那他們就說 那是什麼政黨 我說不是政黨 是政府 他們嚇到耶 喔 政府 那把我們的規格 是政府的規格啊 有人說 你是什麼洞 你有派人出來選總統 有人說我不用耶 我們直接接見哪個選總統 了解意思嗎 我們跟他們思維 完全是不一樣的 喔 那我說那個高霸幾個LINE 裡面 我的朋友裡面 看到這個 這個蘋果日報 這篇報導 一百多個紅點說 黃秀华你害啊你 你看你民政府出事啊 喔我當初看到這個報導 我也很緊張欸 我說啊完蛋了 怎麼會這樣 那寫成這樣啦 用好的 寫成這樣 美術很聳動 結果你知道嗎 我緊張的過程裡面 下次回來上課 秘書長給我卡頭說 你空空欸 啊媒體報紙就是什麼風看嘛 對不對 你不夠聳動 誰要給你看 所以那百多個喔 是不是有看到 有看到給我關心嗎 這樣有得到這批報紙的目標嗎 的目標嗎 有耶 所以說要把這批報紙 鼓鼓掌呢 他真的寫得很好 他為什麼呢 他寫說喔 免學配配房屋 台面政府 胡四萬人 他在寫得很清楚 他寫得很清楚 你知道嗎 來 第一個部分 把我們裡面的 我們維安的狀況 我們的這個 重要的這個福利政策 寫得非常清楚 來 圓桌 拍得這麼那樣清晰 他又是怎樣 這個人紅 馬上會被怎樣 會被人家起底 就對了 什麼叫做起底 就把你所有的過程 都把你搖搖搖搖 就對了 我跟大家報告 秘書長 他們被人家起底 有耶 近々開始 要選市長 到整個過程把它挖得乾乾淨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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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 我秘書長希望我們華民政府是在怎麼樣的狀況之下 來接掌政權 有八個字 和平 穩定 無縫 接軌 因為我們今天是法律的道路 我們需要跟他們扯拚嗎 不用 剋公圍 剋我們推動我們的法律 就可以把我們政權拿到手 需要跟他們拚嗎 需要跟他們在 不需要 所以這個部分 你看到 他這邊還要寫 上課要價六千元 以為能幫某職 天大的笑話 六千塊就能夠幫忙某職 外面看那白細琴會在那等了 不用再怕十年吧 對不對 錯誤的觀念 我們台灣人 美國CIA曾經告訴說 我們台灣人這邊的實力很弱 其實弱在哪裡你知道嗎 弱在我們的品格 我們的品格教育沒有被教得很好 我們太多人喜歡走後門 太多人喜歡包紅包 品性上來講說真的不像歐美 所以呢 秘書長告訴我們 我們要脫亞入歐 未來執政之後 我們是要派我們的勝利軍 到德國去學習的 那不用假了 要把台灣這塊土地 我們的生活把它處理得更好 那不用假了 我們只要去學習人家做得好的就好了 然後把它好好的做 不要為了自己的利益 去跟人家勾結 我跟你講 為了利益跟人家勾結 在他民政府之後 有什麼下場 鞭刑 對 比較大聲的 知道就說 叫做鞭刑 鞭到你受不了 我覺得本來就應該要這麼做 本來就應該要這麼做 很多事情我們明明都知道 我跟各位報告 很多我在上面講課的時候 很多人都一直點頭一直點頭 都很認同 可是有個無力感 做不出來 不要這樣子了 以後我們不要再無力感了 只要我們團結一心 把這條法理走出去 以後我們希望台灣怎麼走怎麼好 我們就這麼去做 好不好 真的不要再無力感 這個態度我們一定要糾正 你再跟各位報告了 然後台灣民政府 沒有過五關 沒有正確的法理的基礎 你不要想說能夠 能某個一關半職 不要說拿到職務牌 就問到達 沒有喔 沒有喔 沒有來上課 沒有去郡還是州 參加餐會 沒有跟進 組織的這些法理的推動 很可能 都會被溝通 降為童心 因為你不夠積極嘛 有這麼好的福利 在等著我們 就想說 你是老闆好了 你要請一個人 說我以後 一個月六千塊美金的薪水 我現在在儲淡 誰希望這樣的員工啊 對不對 再怎麼樣 都會把這樣的機會 給更積極的 推廣更多 推動更多的人 大家打拼 這樣 位置是有限的 未來 這是 靠我們自己去爭取 靠我們自己去爭取 幫某職 哇 那太好笑了 來 那麼 蛤 來 那麼這個報導 它顯現了幾件事實 剛剛各位 已經跟各位報告過了 這邊不要再追溯了 因為我後面要跟各位報告說 你們的那個要去 FB去看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這個照片 很珍貴 希望給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那麼我們的身份證是晶片卡 是晶片的身份證 而且是唯一由美國軍政府來授權給他民政府來製作的 我們是收到美國去製作 好 那麼台灣政府身份證呢 那麼是美國軍事政府下的這個身份證 主權國家才能發行護照 這個我們有這個觀念 台灣是被佔領地不是主權國家 所以我們會發行旅行證件 發行旅行證件 那麼台灣政府是美國軍事政府下的政府組織 不是台獨或總統 這個很重要幾個觀念 我們一定要 這些文字在官網上都有 拜託各位 多看幾遍 甚至把它背下來 這個很重要 我們有車牌 車牌如果說有需要的話 可以去到州去申請 那我們的車牌是紅色的 在目前證據還沒有移轉之前 如果有申請到台民政府的車牌 你一定要白色的車牌 就是現行的這個車牌 跟你申請到紅色車牌一起掛 你不要給它掛紅色的車牌 這樣子就不需要這樣子 因為你白色車牌 因為它現在還有一些所謂的保險啊 還是一些監理的制度在嘛 所以如果你申請到車牌 一定要紅色車牌跟白色車牌一起掛 那麼7月4號呢 我們這個美國的國慶 我們有響應掛旗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是我們台民政府的旗幟 這是美國的國旗 這個當天全選 真的旗海飄洋 這個透過衛星定位 美國都知道我們哪些地方 有插上旗幟 這個照片給大家觀賞一下 那麼台民政府呢 有在推動我們的會計 來各位你們去申請 身份證跟申請車牌有沒有交錢 有呢 說到錢的事情 要不要很嚴肅 會不會覺得收了錢 錢用到哪裡去 你們錢怎麼處理 這個很重要 所以台民政府 是真正的 有在推動各項的 這樣的 不管是財務面 還是管理推動的層面 都有在做的 我們每一位政府官員 台民政府政府官員 我們都要學快計SOP 在地方中央 我們通通都要上課 通通都要上課 那麼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宣傳法理的這個資料 要給大家看 剛剛我所講的 我們是快樂法理革命 這是我們的關東旗 不管多熱 這一路走來 今年2015年 一路走來 多熱 多熱到三十幾多 人也是這樣走 我就是看到這照片 我就說 這個革命 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的 一個理念在你心裡面 你說這麼爛 不去走這個 裡面有多少年輕人 大家親家 親家去走 這是大白天 不用上班嗎 要呢 請著家來走 走到停停 我就是看了這個照片 我才有感而發 真的是以奇感 取代槍桿 撈肝 代替流血 這不是革命是什麼 真的是蠻感動的 這個整個的這個 那如果說你們到哪裡啊 到那個FB去看我們的 到FB去看我們的這個 9月10月13日 各州 各州的這個遊行 也是非常的感動 那麼 台南州的這個 這些都是影片 有這就是影片 要上網去看 今天看下雨天也是要再走 那麼 我們的活動 我們的法理推動 是有計畫的在推動的 你看 這是6月22號的南投新聞嗎 對不對 這個資料 到6月23號的時候 南投新聞 它這邊就會地區 地方性的報導 它會報導出來 到6月24號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 郡辦去成立 所以它是一直在推 當一個郡辦要推出來的時候 要成立的時候 它這個 先前的這些個 準備的步驟就會去做出來了 所以台南政府這事情 我只是要跟各位 讓你們知道 台南政府做事 一定要有規劃 而且 很認認真真地在執行 這一個資料是宜蘭州 大家知道宜蘭州 宜蘭的那個 它的這個 宜蘭州的整個的土地範圍 比較重 那麼1月31號的時候呢 宜蘭州呢 他們 31號那一天呢 從花蓮郡辦 花蓮郡辦他們去辦 這樣法理推動 就去發DM 那他們 我們當天喔 由聯副知事去帶領領隊 穿 穿越群山 平年太平洋 深入山區部落 為花蓮 走蘇法公路 去到崇德 跟秀林鄉 所有台灣民政府推動法理 都是由童心自己 開著自己的車 加自己的油 出去吃飯 吃自己 我們是志工 如果沒有一個正確法理 誰要這樣做 1月31號 推動完之後呢 2月1號 接著 早上7點半開始 當天到幾點 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當天走了幾公里 你們知道嗎 當天走了187公里 郡守跟童心15個人 在細雨強風下 沿著花東海岸公路 直達這個花蓮 花蓮郡的這個最南端 的封冰箱 怕187公里 我要跟大家說 如果台灣民政府 是像網路上所講的 詐騙集團 如果 我們沒有一個正確法理 支持我們 誰要做這種事 邀請各位現場 我們每一位 對所有 台灣民政府 法理推動的童心們 這樣的一個熱心 給他們一個掌聲 好不好 好來 這個是照片跟大家分享 我說我去玩 都不曉得 我又沒有那個毅力 一天走18817公里 他那天走 跑這樣的路程 很感動 台灣民政府的歷史 會留下他們的一夜 這些人 這樣的付出 也等待你們的加入 大家一起來 好 那麼你看看 我們的這個法理推動 不是只有白天 如果要去夜市的話 什麼時候人多 晚上嘛 晚上去夜市做法理推動 要找最有效率 最有績效的地點 做完成最大的目標 去法理推動 我們在夜市也去做 所以 這個臨 台南這個臨海巡頭 這個宣傳影片 我現在是沒有空給大家放 但是很有趣 他去到哪裡你知道嗎 他去到這個 蔡市長 去到農會 去到護政事務所 還去到最後一個叫做是 警察局 他去警察局跟他發DM 有勇敢嗎 有 如果沒有法理 不敢做這種事 因為有法理的支持 大家做勇敢怕你去 警察也是每天看 這樣隨便也是接來看 看得很認真 這個片子 沒有機會給大家看 但是如果你們有需要 去call我的檔案 回去都可以看得到 你們一定要去參加 各州各郡舉辦的餐會好嗎 一定要參加餐會 活動太多了 上FB去看 去哪裡看 你們如果上到FB 去按快樂法理革命 去搜尋按讚之後 以後 所有在 這個FB的粉絲頁 PO出來的新資料 你們都可以看得到了 都可以看得到 快樂法理革命 這邊 那麼這邊呢 有六個州 的這個 有沒有拿到這一張 應該在後面有 等一下 課程結束的時候 你可以到後面去拿 六個州的位子 那還有我們 全台五十個郡的 郡辦地點 通通在這邊 邀請各位同心 除了來中央之外 你們一定要到 州或者郡 去看 我們的他們政府 是不是從上到下 從下到上 我們執行的是 同樣的法理 同樣的一個目標 如果我們不思考 未來 便不會有未來 因為我們有 想到 我們可以在這裡 世界上 一切偉大運動 都跟某種理想 有很大的關係 我有這樣的理想 今天我可以在這裡 我相信各位 也是因為你有這樣的理想 還是說你有這樣的好奇 今天可以在這裡 對不對 當我們準備好迎接真正的真相 就能夠明白來到臺民政府 我們真正的意義 真的是 我的題目是 美麗新世界 很多來臺民政府的同心好朋友 我只能跟你們報告 因為我們的結構 我們的成員 組織 我們的成員已經很大的提升了 以前有人來踢館 我來踢館 踢館怎麼踢館 我來聽你說三回 我來給你上課 我來給你 課程上給你發問 給你做一些刁難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我們都存著一個說 大家互相來探討 但我們發現 其實我們的法理 是經得起問 經得起考驗的時候 都不會去怕就對了 希望這堂課 能夠我們大家 共同建立 我們來到臺民政府的一些 一些心態 很重要的心態 共同迎接我們 執政後的美麗新世界 好不好 以上謝謝各位 謝謝